透过三法印也能够让我们来判别教法 佛法与其他学问不一样 佛法是要实修实证的 学习佛法是为了要增长智慧 而能对治烦恼习气的就是智慧 在佛法里有两种智慧 一个是无我的智慧 一个是空性的智慧 而世间的知识并不是智慧 我们这个 无常就是人生 我们没有讲理论 设计人、台北人都知道 这个要求精就是 可以说 金光经说的就是要扛 要扛 人生都要扛 人就是 时时变变 比一个人更痛了 最后要入山 这也是无常 在这边的病 在这边的人都要扛 这就是无常 所以就是 一种 东西就是 由于先自怀空 这就是要 无常的管理 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智慧 就要文思修 而光靠文思是不行的 还得要实修实证 无我的智慧是对治我们 执着的习性 而空性的智慧是对治法直 法直即是世界的迷惑执着 只相信眼睛所看到的现象或文字 法直是障碍我们承佛的因素 法界新闻蔡孟章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